大家好,我是沈少帅 咱们来看最后一局 屡心之先手,选择上编码 试探英手,对方走的是七足 最终的话还是换到一个五六炮的棋 对方把G封住了 这一度棋它飞的是右向 一般的话飞左向可能更稳一点 那这样的话这个棋 它先把G拿过来 到这也能抗衡 那这个棋为什么能抗衡呢? 因为红方的上是编码,没上正码 所以他这个棋就 这个力度不够 所以黑方到这应该说足可行 甚至来说就反仙了 接下来他踩橘,打掉 双方一个交换,一吃上 就这个棋黑方压着红方 明显是黑方反仙直势 红方拆炮,黑方一对 他不对,上码之后,紧抛 这个棋呢似乎可以考虑G二行一继续对 就欺负对方三路码上不来 将来黑的兵总好 那么这儿的话,他是走的回马 结果这个棋,双方就进行了这么一个交换 到这儿的话,黑方可能认为自己过一个足 有的下 那结果红方呢,这个棋进了一步 那么这儿的话,他 踩炮,人家就 勒住他 拱炮的话,吃 到这儿形成了转换 因为这个棋,你将来 这个兵给他吃掉,他一踩兵,一队大体是个贺棋 那今天晚上四盘全部占平了 看明天的比赛吧